就要從剩餘五萬人當中 找出知道正確答案的 老實人數 還好我們來找到 太難了 好啦 發牌囉 拉薩路現在是在 撒哈拉沙漠裡面呢 有一條路叫做拉薩路 那那一條路呢 因為它是非常的乾燥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有很多危險發生在那條路 所以上面呢 很多人經過那條路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 因為那個風沙非常的大 然後會有那種 沙漠的危險存在 所以它其實是翻譯過來 是在講說我們人 人體常常會有那種 就是突然的 我是看到真的 然後反而他就是講說 是人在呈現一個 腦死狀態的時候 然後他的脊椎被 碰到的時候 他會瞬間舉起雙手 然後接下來他會 抱著你的身體之後 然後人家會以為你復活 但其實那是一個 一個神經被觸碰到 然後假死的狀態 不是假死就是 人家會以為你復活 其實你已經死了 只是你腦死了有一個 可能點被碰到 然後你就會突然舉手這樣 那個就稱為拉薩路現象 林總講的完全就是一個什麼 腦死狀態嗎 沒錯 疑似像復活 這不是生理現象啊 是啊 這不是 是啊 這是嗎 觀眾怎麼學到 我們讀書好不好 不是 拉薩路真的就只是單純的 口感成這樣 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全拉白的拉薩路現象 對啊 那怎麼會拉薩 就是耶路撒冷 你們這些拉薩狼 對啊 你們這一次很會發耶 真的來了… 我們人類的事情是什麼 猴子嘛 猴子 人類的啊 人類的啊 吃香蕉嗎 那時候被情人在那邊搶香蕉 一直搶 造成了這一場 戰爭 好爛 好爛喔 好爛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好爛 我好爛喔 都給李懿還是 反正 人類說是OK的作品 好爛喔 不要忘記 你為什麼看起來都這麼 這麼醜厭啊 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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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知名的石禁秀 你還沒看 我還沒講 好爛喔 好爛喔 你真是有用心耶 你真是有用心